多奥同学你们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3章 这一章是属于成本管理中比较重要的一章 我们教材从第13章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成本管理会计的相关内容了 那么第13章在整个成本计算中 是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应该说我们整个成本计算 或者成本管理有三章内容 包括我们成本计算这一章 另外还有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成本计算 那么这三章里面从考试来看 最容易出主观题的章节 就是我们第13章 从我们近三年来看的 每一年都有主观题的考核 应该是属于比较重要的一章 那么今年教材和去年教材相比 增加了有关产品成本分类 还有这个变动成本法 以及非制造业成本计算的 有关特点的相关内容 但是增加的内容 应该说不是很难 主要是客观题的考核点 我们今年教材 总共是分五节内容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节 产品成本分类与变动成本法 这一节是属于今年教材 新增加的内容 但是它的这个内容 应该说非常的简单 都是一些简单的定性的描述 首先我们第一个考点 就是成本分类 那么成本它是要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说上谈的有三个不同的分类方法 第二个考点就是变动成本法 和我们传统的成本计算 有什么区别 第三个就是有关非制造业成本计算 它的这个特点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成本的分类 对于成本的分类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谈到这个成本计算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有一些成本费用 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产品成本里面的 有一些是不能进入到我的产品成本 那它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就是说制造和非制造这种成本的区分 那么谈到这个制造成本呢 我们主要包括那三块 一个是直接材料成本 就是说它能够直接追溯到每个产品 并且构成产品实体的这个材料成本 那就是我们直接材料成本 那么第二块就是直接人工成本 那么同样这个直接人工成本 也指的是可以直接追溯到每个产品上的这个人工成本 主要是指的是这个直接参与生产产品的这个员工的工资啊 福利啊 就是这些薪酬都是要包含在直接人工成本里的 比如说是参与产品制造的员工的这个工资和福利 那么制造成本中第三块呢 就是制造费用 那么这一制造费用 它指的是就是除了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成本以外的这些所有的制造成本 包括一些间接的材料成本 就是它可能不是构成我们产品实体 但它实际上是 比如说是属于这种辅助的这种一些材料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间接的人工 比如说我们这个车间 我们有一些车间管理人员 那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制造产品 那它是属于组织这个生产的一些管理人员的一些工资 那么间接人工成本 另外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制造费用 比如说包括我们车间 这个厂房的这个照明啊 或者说这个厂房的折扣等等这些 就是说它除了我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成本以外的 我们都给它寄入到制造费用 这个项目下 也就是制造成本里面的 除了材料人工以外的这些成本 其实对这一块的我们考试啊 有的时候客观体也会涉及到 但是我感觉它的考试的这个考点呢 主要考的是大家会计的常识 我们经常会说财务管理 我们还是要以会计为基础 特别是谈到这个产品成本计算 就是考试如果考到你这个产品成本 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或者说给你一些有关的费用 然后问你哪些可以就这个 比如说制造成本 哪些属于非制造成本 或者说哪些属于制造成本里面的材料 人工啊或制造费用等等 像这些大家就按照会计常识来把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非制造成本 那么非制造成本主要是 我们经常会计上谈的这个期间费用 就直接就当期损益的啊 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就是不计入产品成本的这些 就是有关的成本费用 我们把它进入到非制造成本 那你像我们其实去年啊 出了一个单选题 它其实就是考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去年教材并没有这块内容 那它实际上它也考察到了啊 就是说它考的是一个会计常识 所以我觉得这块没有必要单独计 就按照会计的常识来把握 我们可以看去年这个考题 就问你企业在生产中 为生产工人发放安全头盔 所产生的费用 它虽然谈到是为生产工人发放的 这个安全头盔的费用 但这个并不是说 是属于生产工人的一个工资啊 福利这一块 所以当然不能进入直接人工 对吧 而且这个头盔呢 它上也没有构成产品的实体 所以也不能进入直接材料啊 但它是属于这个为了生产产品说 发生一些其他的 除了材料人工其他以外的费用 所以我们应该进入到什么呀 制造费用啊 那么它是属于制造成本的啊 那么应该进入到 我们制造成本里面的管理费用这一项下 不能进入管理费用啊 所以这样应该是省得地义的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会计的基本常识啊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分类 它是根据这个费用的发生和产品的关系啊 把这个有关的费用呢 又给它分为产品成本和期间成本啊 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有点像啊 不过它前面我们指的是制造成本 非制造成本 就是看和制造产品是不是相关啊 分为制造和非制造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按照它和产品的关系 是吧 就是不是从制造这角 它从和产品的这个关系来分 分为产品成本和期间成本 然后呢 产品成本就指的是和产品的生产 直接相关的 那它的内容就包括我们产品生产中 耗费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所以我觉得这块把握 大家还是按照会计常识 是吧 就是它一个不同的称谓吧 就是你可以把理解 就是说呃 这个产品成本 我们指的是这个呃 和产品相关的这个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这些 是吧 呃 那么这是我的产品成本 而这个期间成本 就是不进入产品成本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管理费用 消费费用财务费用 是吧 这是谈的有关第二个分类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往的考题啊 它都是考你会计常识 就书上不会有这样的原话 它考的是你的会计的一些基本常识 呃 那么它这样的你在制造成本法下 以下各项支出中 可以进入产品成本的有 A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 这个当然可以 而且我们是进入到制造费用的 对吧 然后再看B 因操作不当造成的废品净损失 这个也是要进入产品成本 因为大家如果要是有会计常识的话 我们知道对于这个废品损失 它会加大你的合格品的产品成本的 是不是 因为你要截转废品损失 最后还要截转到 我们的产品成本里面 所以实际上它是这个 也是进入到产品成本的内容的 对吧 呃 然后再看C 存货跌价损失 那么存货跌价损失 它是进入到这个减值损失 对吧 不是进入产品成本的 呃 这个是非制造成本啊 不是产品成本 然后D呢 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 则是进入管理费用 是进入当期损益的啊 那么这个同样也不是我们的产品成本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只有A和B 是属于可以进入产品成本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分类啊 它是按照这个呃 就是说进入成本对象的方式 把这个成本的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是吧 呃 就是有一些这个成本啊 它能够呃 就是直接追溯到 我们这个特定的成本对象 所以我们把这个和成本对象 呃 就是直接相关的 可以用经济合理的方式 追溯到成本对象那部分成本 就比如说产品 它呃 所耗费的材料 那我可以比较 应该说比较好追溯 它产品它用了什么材料 对吧 那这个比较好追溯 另外呢 呃 我们参与到这个制造产品 这个工人啊 那工人的工资等等这些 那这些都是比较好追溯的 但有一些这个产品成本中啊 呃 它和这个 我们这个成本对象呢 是相关联 它有关系的 但是呢 我不能用一种经济合理的方式 追溯到成本对象 那就不适合直接记录了 那么对于这部分成本 我们把它成为间接成本 对吧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就产品成本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有制造费用 对吧 呃 那么其实呃 你像这个呃 就是如果这企业是多品种的产品 生产 通常像这种制造费用 有的时候就不太好 直接追溯到是某一个特定产品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厂房的 这个折旧 对吧 我们这厂房 它这个在这车间里面 它生产好几种产品 那么你你怎么好说 这个折旧是多少 就是一定是某一个产品 对于间接成本 我们后面会讲就要 采用合理的方式是追溯的 对吧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们以我们这个呃 吃饭为例吧 比如说我们四个好朋友 好朋友就到一起了 我们就去吃饭去了 去吃饭的话呢 我们准备采取AA制啊 那么采取AA制的话呢 当然这个有一个同学 他先去买单 买单完以后 我们四个人再考虑 我们应该付他多少 那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我们是采取这种分餐制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 卫生一点是吧 那么呃 我就比如说我点的啊 比如说我就点这个 点了一个呃 这个青菜是吧 点了一个米饭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他爱吃肉 他就点的是牛肉 还有米饭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 他说他他喜欢 嗯这个吃这个 比如说豆制品 他点的是豆腐米饭等等 我们每个人点的餐不一样 当然价钱就会不同 对吧 那么当然他去给我们 结完账以后 哎比如说总共花了多少钱 然后就说哎 你的这个青菜比较便宜 是吧 可能就是15块钱一份 而他那个牛肉比较贵 比如说30块钱一份的 而那豆腐呢 要是比如说20块钱一份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很好直接追溯 就直接追溯到到底是应该有水带 承担的成本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三个人呢 假如说我们还一块呢 买了一个一大罐饮料 就是买一大罐的那个 大的这个可乐 然后我们三个人分 那你说这个可乐 怎么来考虑 追溯到我们三个人身上呢 当然如果你说 你要说特别认真 我就要看这个可乐 是吧 我们总共比如说一大桶可乐 假如说花了15块钱 然后呢我们就很斤斤计较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那个特别爱喝可乐 他就喝了好几杯 然后呢我呢就只喝了半杯 而另外一杯 只喝了一杯 那我就觉得我喝的少啊 是不是就应该便宜点 那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得特别经济的去盯呢 哎到底他喝了几杯 什么这样的 是吧 那么我们一般可能不这么做 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不能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去追溯 那么像这个可乐 我们把它给做一个 间接成本 是吧 也是我们三个人要承担 但他这个不能够 直接追溯到 我们特定的人身上 那我们就给他 用一定的方法去分配 是吧 我们后面会讲 间接成本的分配 上去这个道理 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成本啊 他可能有的时候 不能追溯 或者是不能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 你这个追溯起来太费事了 是吧 比如企业制造这些产品 我们设备用一些润滑油啊 什么之类的 你说这润滑油 你怎么去考虑 某一个社 这个产品加工的时间长 可能用的时间 这个润滑油是不是多点 或者怎么着 你去盯了下去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呃不太经济 那我们就给他 用一定的方法去分配 是吧 所以这是谈的产品成本啊 也就是说我们 刚才谈到了 我们把这个企业 翻的这个有关的费用啊 有一些是可以 进入到产品成本 但有一些是 不能进入产品成本 是要直接由当期损益 来承担的 是吧 呃 那么在产品成本里面呢 他又进一步把产品成本 呃 我们又给他分为呢 有些是可以直接进入的 那我们把成为是直接成本 而有一些呢 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他不能够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 所以在产品成本 他又进一步 我们给他区分为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是吧 呃 那么对于间接成本啊 由于他这个是 不能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 去追溯 所以我们后面就要讲 我们可能就 统一分配 可能会更经济一些 是吧 那么呃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 就要介绍 如何来 呃 分配这间接费用 那大家帮我先来看一道 单选题 他说间接成本 是指于成本对象 相关联的成本中 A呢 说不能追溯到成本对象 那部分产品成本 B呢 说不能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 追溯到成本对象的一部分成本 C是可以直接追溯到 D是可以 那这个首先 C和D一定不对的 然后A呢不全面 我们其实指的并不是不能 只是不能用一种 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 所以应该选择B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 第二个考点 就是变动成本法 呃 我们可能在写实物中啊 我们比较熟悉的 完全成本法 而且按照会计准则的 这个规定啊 在确定产品成本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也是要 考虑完全成本 那么这个变动成本法呢 实际上呃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于短期经营决策 是吧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做变动成本法呢 这个变动成本法 有的时候把它也成为 直接成本啊 或者编辑成本法 这个方法下呢 它的产品成本 它是只包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和变动制造费用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产品成本 是只包括变动的生产成本 所以这样一来 它的这个产品成本 会和它的产量 是正比例变动 对吧 因为我只包含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和这个变动制造费用 那因此我多生产一件产品 就要多投一个材料 多相应的一个生产工人 的人工投入 以及一些变动制造费用 那么它会变化 那么呃 在变动成本法下 它和我们完全成本 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在于什么呢 它把固定制造费用 以及我们前面讲的 非制造成本 比如说 呃就是 就是管理费用啊 销售费用啊 等等那些哈 它都是作为期间费用 所以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固定制造费用 它把它也作为期间费用 就是变动成本法 它在计算成本的时候 一个特点啊 呃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 以往的考题啊 我们来看一单 其实上对于变动成本法 我们呃 就是11年的教材里面是有的 但是12年以后 它又把它删除了 然后今年又恢复 但是恢复的比较简单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呃 就是 以前曾经考过这两题 他就问你 如果企业采用变动成本法 核算产品成本 产品成本计算范围是什么 我们说应该是变动的 制造成本的 所以首先 A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这个不全面 没有包含变动制造费用 对不对 B呢 说直接材料 或间接制造费 这也不对 是吧 嗯 那么C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 产品成本的计算范围 然后他D说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还有变动销售管理费用 呃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变动成本法下 变动的销售管理费用 它也是要记录到 当期损益的 是不是 进入到产品成本 只是变动的生产成本 啊 也就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和变动制造费 呃 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啊 就是呃 因为我们这本教材 从第二节 也就是我们这一章 从第二节开始 我们讲都是 完全成本法 啊 那么应该说 主观题的考核 可能还是以 完全成本法为基础 但大家在客观题里面 要注意一下 就是变动成本法 和完全成本法 有什么区别 首先呢 在完全成本法下 你像我们在前面谈第一种分类 就是把有关的成本分析 我要区分 哪些属于制造成本 哪些属于非制造成本 那么制造成本 就是可以记录到 产品成本的内容 是吧 非制造成本 是不能记录产品成本 但是变动成本法下呢 它的对于成本的分类 是要区分呃 变动和固定 就是看哪些成本 是谁的业务量 呈正比例变动的 哪些是和业务量 呃 没有相关性的 是吧 对于是这样来区分 然后产品成本的内容呢 完全成本法 它是包括全部的制造成本 既包括变动制造成本 也包含固定制造成本 但是在变动成本法下 它只包含变动的制造成本了 也就是只有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 所以可以这么来说 在完全成本法下 它的产品成本的内容 要比变动成本法下 是多了一个什么呢 固定制造费 对吧 也就是我们呃 会包括固定制造费的 是不是 我要包含固定制造费的 那么期间费用的话呢 完全成本法下 它就是全部的非制造成本 管理费用啊 信号费用 财务费用 都是期间费用内容 但是变动成本法要比 我们完全成本法 间接费用会多一个 多了一个固定制造费 是吧 它要把固定制造费用 也作为当期的这个期间费用了 那么这样以来 从存货的计价 也就是产品成本 它的内容 产品成本呢 因为完全成本法 它是包含了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变动成本法没有包还 所以完全成本法 存货计价 要比变动成本法下的 存货计价会高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道计算题 它说呢 某企业最近三年的 新生产一种产品 消耗单价呢 是10元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4元 固定生产成本呢 是每年24000 这都是属于生产成本 是吧 是可以进入到 这个产品成本上 我们把它称为生产成本 然后又告我 最近连续三年的销售量 都是6000件 产量分别为 6000 8000 4000件 销售和管理费用 每年是5000 然后要求你 分别用完全成本法 和变动成本法计算 一个是计算 他们各年的 这个单位成本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存货 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 让你计算 各年的期末存货成本 以及各年销售利润 我们先来看这个 对于各年单位成本的计算 我们先考虑 完全成本法 在完全成本法下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它的产品成本内容 既包含 我们的变动的生产成本 也包含固定的生产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 它的单位产品成本 单位产品成本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年吧 第一年的情况呢 它的这个 首先变动生产成本 这个是不变的 对吧 我们知道变动成本有个特点 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但是我们还要加上 固定的这个成本 那么固定成本 由于它一年是24000 但是由于我第一年的产量 是6000件 那我们这样的单位的 这个成本24000 除上一个6000件 那么这样我的单位产品的 生产成本是8块钱 我们假设没有 在产品都是完工的 就全部都完工的 这是谈第一年的情况 那再帮我看第二年 我们第二年的这个 单位产品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4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的 固定制造费用 由于我们第二年的产量 比较多 是8000件 所以这样平均下来 24000 我们知道固定成本有个特点 它的总额不变 但是随着业务量增加 它会逐渐会降低 所以我们第二年 由于产量 的这个增加 那么导致我的这个 单位的 制造成本就只有3了 所以这样是7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年的情况 那我们第三年的情况呢 那它 由于第三年的产量少 只生产了4000件 所以呢产量少啊 单位的固定制造成本 就会平坦会比较多 那就这样的话 就等于10了 所以 单位的产品成本 大家看在完全成本法下 由于我们每一个 每年的产量不同 导致到我的单位的固定制造成本不同 所以它总的单位成本也是不一样 是不是 这是完全成本法 但大家看 变动成本法 按照变动成本法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它的产品成本 是只包括单位变动生产成本 所以在变动成本法下 我的单位的产品成本啊 单位产品成本 它就是4 对吧 就是我只包含变动的生产成本 固定成本是作业期间费用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第一问啊 就是各年单位产品成本的计算 那我们看第二问 就是说如果存货采用 先进先出法计价 那你计算各年的期末存货成本 以及各年的消耗利润 那我们来看两种方法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 如果是按照这个完全成本法 按照这个完全成本法的话 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我们这个第一年 第一年的话 我们期末的存货怎么样 期末存货 是零了 所以他的 因为他的这个产量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年的销量 每一年都是销6000件 第一年生产6000就卖了6000 所以他的这个 呃就是我的这个期末存货 因为是零 所以他存货成本就是零 但是大家注意第二年 第二年呢 我们生产了8000件 但他卖了6000件 所以我期末存货量 是不是2000件啊 是吧 因为我生产的比较多 然后单件的产品成本 我们刚才说来 第二年的单位成本是7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2000件乘以7 所以我们第二年的期末存货成本 那就是14000了 然后你再帮我看第三年 第三年的话呢 我们呃这个 你可以看他生产了4000件 但是我们知道 第二年年末还存了2000件 所以我们第三年卖的6000件 既有卖的是上年年末的2000件 多生产的 也有今年呃生产的4000件 所以呃我们这个期末存货 同样也是零 这是说在完全成本法下 是吧 我们的完全成本法 他的期末存货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 我们的这个期末存货成本 因为第一年他没有期末存货 但第二年有2000件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是单位的产品成本 只包含变动生产成本 只包含4 所以他的期末存货 就是变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 就只有多少 只有8000啊 这块也是零 所以你可以看到变动成本法 他的存货成本会低一些 因为他的存货 只包含变动的生产成本 是不是 就是对期末存货 这一块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们的利润 啊 我们首先来看 完全成本法的利润 这个在呃 完全成本法下 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有关他这个利润哈 我们看这个利润是多少 首先看第一年 呃 那么大家帮我来分析一下 他是告诉我们啊 这个产品的单价 都是10块钱 是吧 我单价是10元 呃 然后我们的销售量都是6000件 所以我的利润销后收入 10乘以6000 然后我要减去销后成本 还要减去期间费用 对吧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要算他这个利润啊 我们先看这个完全成本法利润 首先第一年啊 我们的这个呃 销后收入 就是用这个6000啊 乘上一个多少呢 我们乘上一个单价10 这是销后收入 第二年的这个销后收入哈 也是6000乘以10吧 然后第三年的收入也是6000 乘以10 是吧 这是销后收入的确定 然后我们再来看销后成本 销后成本的话呢 我们第一年的单位产品成本的 这个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8 对吧 第一年是8 所以我的这个第一年销后成本 我们卖6000件 就6000乘以8 啊 而第二年的销后成本呢 我们第二年我们刚才产品产量比较多 所以单位成本就只有7的哈 我们第二年的销后成本 就是6000 乘以7 而到第三年呢 呃 我们这个 刚才算的成本是10的 所以第三年的销后成本 就是6000 乘以10 这是这样 然后你看我还要减去期间费用 对吧 销后收入减销后成本 我们再减去这个 期间费用 那么期间费用 大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对于第一年的期间费用 我们实际上在 就是 完全成本法下 我们的期间费用 就只是包括 销后费用 管理费用啊 或者财务费用等等 就包括那些 所以 他已经给我 每年是5000了 所以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5000还要减去 对吧 然后 每年 都是 5000 每年都是5000 这样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利润 是不是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 我给大家计算出来 完全成本法下 他的这个利润 是吧 也就是我刚才谈的收入 他是这个 用 相应是6000乘以10 所以6万 对吧 销后成本呢 我们是用6000件乘以8 所以48000 但7000费用是7000 所以这样也就5000 千万5000 一减的话 营业利润第一年多少呢 是7000 然后第二年的收入 还是用我们这个 就是6000件乘以10 对吧 16万的 但是我们刚才谈第二年的 我的销后成本 因为单件的成本 只有7 所以67 4万2000 再减去7000费用5000 这样我可以到营业利润 第二年是13000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年 那么第三年的话呢 单位的成本 我们刚才谈了 他算出的结果是10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第三年的这个 只生产了4000件 我们卖了6000件 其中卖了有2000 是卖的是我们第二年的 所以按照先进先出法的话 也就是说这6000件 首先2000件 按照我们上一年的这个成本 7 然后还有我们 本年的4000件 按照我们本年的成本 10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生产的单元成本10 所以我的销售成本 应该是 14000再加上 4000 54000了 是不是 这是有关这个 收入和成本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 我还得减去什么呢 期间费用 那这个期间费用 由于我们这条题 它是告我们销售管理费用 每年都是5000的 是吧 我们在完全成本法下 我们的期间费用 它实际上是不包含 制造成本的 是吧 它全都是就是 制造成本以外的 销售管理啊 那么财务费用等等 那我们这里面只给了 这个销售管理费用5000 所以我们就要把 这个期间费用5000 要减去 而且它是固定的 这个这条题是吧 所以每一年都是要减去 这个期间费用5000 然后收入减去成本减去7000费用 就是你的营业利润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计算的这个结果 你像我第一年用收入6万 是吧 也就是我这个6000件 乘以单价10 减去一个6000件 乘上我们的单位的这个 生产成本8 48000 减去7000费用5000 我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营业利润是7000 而第二年呢 营业利润一样道理 收入不变 是吧 因为我销量都是6000件 单价都是10 但是成本因为我们的单位 单位生产成本只有7 67482 7000费用不变5000 所以这要得结果就是13000 而到第三年的话呢 我们收入这个利润 就只有这个1000了 是吧 就是收入6万不变 但是我们的成本 就是因为到了第三年 它的产量少 单位成本就是10 是吧 然后还有上一年的这个2000层以期 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销量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看单价也没变 销量也没有变 但是之后收入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利润会不同 是不是 那么营销部门可能就会不理解 我都是在很尽力的在推销 我每年都是卖6000 但到了第二年呢 哎 我的利润就特别好 到了第三年呢 那么我的这个利润就特别低 是吧 所以按照完全成本法 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同样的销量 而我们的第二年 它的利润会比第三年的利润高很多 比第一年的利润也会高很多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就是存货成本里面 是包含了固定制造费的 我们记录到这个当期的这个损益里面的 就记录到当期利润里面的那个销售成本 它是卖出去的 那么你就可以节转销售成本 但对于没有卖的 比如说像第二年 我们有2000件的库存 那这2000件库存 它会吸收一部分这个固定成本的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2000件它实际上就是吸收了一部分这个固定的这个制造费用 所以这样就会使得呢 销售收入一样 但因为产量不同 我们的利润会不一样 是吧 这是完全成本法 但大家给我来看 如果是用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的话 你看 收入还是一样的计算 都是用这个单价实去乘上销量 因为它告我们的这个企业每年的销量都是6000 所以每年的时候我们都是6万的 然后由于我的产品成本只包含变动生产成本 那你注意我只要销量相同 我们的变动的销售成本 是吧 它就一样啊 那我就都是拿这个单位变动生产成本4 乘上6000 是吧 所以全都是24000 然后期间费用的内容 我们刚才谈到了 期间费用应该包含什么 就要包含我们的固定的制造费用 要包含固定的制造费用 还要包含我们的非制造成本 所以像我们这要题呢 因为它是告我们这个固定制造费用是24000 对吧 每年24000 那么我们还有期间费用 5000 是吧 这个是固定制造费用 就是固定制造费用24000 这个呢是 全部的非制造成本 就是我们的 就像是非制造成本吧 是吧 非制造成本 全部都记录到期间费用以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这三年 如果要是销量一样 那我们的利润就会一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非制造成本法下 期末存货成本 8000 而前面那个完成成本法是14000 你注意到它的14000 比8000多了多少呢 应该说多了6000 对吧 也就是说期末存货成本 它吸收了6000的这个 有关固定制造费用 所以导致了 我的这个营业利润 你看这13000 是不是要比7000多了6000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完全成本法 它的这个 呃 就是利润 每年会不同 是因为我们会产 产量销量 它这个产销 不倒 如果你要产量销量是一样的 那他就可以把你所有的 这个就说你生产多少 我就卖多少了 对吧 那么我们相应的这个 在完全成本法下的 那个固定制造费用 那我们也都全部都 介入到销售成本了 但是像我们这个例题 我第二年啊 生产量比较多 而销量比较少 所以这样会取得什么呢 我的这个期末存货 我们是记录资产 并没有记录到 刚期销售成本嘛 所以期末存货 它会多吸收一块 要比这个变动成本法下 多吸收一部分 固定制造费用 所以会导致到像我们 刚才这个题 第二年 它的这个完全成本法利润 就会比 我们被动成本法利润会高 是吧 等到了第三年呢 我们被动成本法 你看它的利润 只要销量一样 它的利润就不变 是7000 那你像我们前面这个 完全成本法利润会少 为什么利润少 它是因为啊 你卖这个存货的时候 我把上一期的这个 存货的那2000件卖了 那上一期存货 那里面还吸收了一部分 固定制造费啊 也都放到我第三年的 这个当期的这个 销售成本里头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我们第三年 就要多分担一块 这个有关的成本费用 就包括你上一年的 固定制造费用 也在第三年了 而被动成本法就说 我的这个销售成本 只包含被动制造费用 固定的费用 还有这个非制造成本 全部都记录当期存益 所以它就会使得销量 一样利润就一样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例子 其实这个例子呢 我们主要就是想谈什么呢 就是完全成本法 它所确定的利润 它会受到你的这个 产生品存货变动的影响 就是如果你产量 这个多了 是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企业有存货了 这样会出现什么呢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 虽然每一年的销量都一样 但利润就不同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还有可能就是我销售多 没准利润还少呢 为什么 因为我销售多 我把上一年积了好多积压的这个库城 我都放到我们当年来 把它都推出去了 我营销人员很努力的在在推销啊 把你以前积压的货 我全部卖掉了 反而可能你就会导致的 因为你以前的那个存货 我们是一种资产了 你现在都把它卖掉 你转到这个当期的销售成本里面 那就会显得好像利润没准还少 这样会引起 就是我们这种 让人觉得不好理解 是吧 所以变动成本法 大家看 其实我们常在谈那么多 我们教材呢 他就是谈了一下他的作用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可能关键不是计算 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了解 变动成本法他的特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他消除了在完全成本法下 销售不变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生产 因为你增加生产量 单位的固定制造成本 所以就降低了呀 是不是 所以他这样一来 就会通过增加生产 调节库存来调节利润 那么可以消除他这个问题 那么消除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们你的利润 是和销量直接相关的 你销量多 那就利润多 销量少 利润少 这是变动成本法的特点 他的利润和销量 成正比例变动 是吧 但是这个完全成本法 就会有这个 有的时候销量多 没准利润还会少 这种状况 所以这种 变动成本法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使得 企业的内部管理者 更加注重销售 更加注重市场 是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用 是吧 就是管理者可以更加注重的 销售和注重市场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揭示利润和业务量 之间的正常关系 就是你的销量多 利润就多 是吧 然后第三个便于分清 各个部门的经济责任 有利于进行成本控制和业绩评价 那这个也很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营销部门本来很努力的 在推销产品 把你以前积压的那些货 我都把它卖出去了 反而最后利润少了 是吧 你就销售利润少了 那这个就有的时候会 让人们觉得不好理解 那你要是用利润来 衡量我们营销部门的业绩 那我们当然就不服气了 是不是 但是变动成本法呢 它能够使得利润和销量 是正比例变动的 所以这样可以便于分清 各个部门的责任 是吧 也就是我们销售部门卖的多 我的利润就多嘛 那你这个存货积压 以往积压 那是你存货管理部门 或者说你的生产 这个有关计划 没有根据市场的需要 盲目生产 有利于我们做成本控制 业绩评价 第四个就是简化成本计算 你像我们刚才谈的变动成本法 它的这个产品成本 就是变动的制造成本 四块钱 是吧 你不用去考虑什么 总固定制造费用 就固定制造费用 还要去除上这个产量去求 所以计算来说 相对来说简单 简化成本核算 所以这块 我觉得大家主要在客观题方面 注意一下 变动成本法的自己的作用 因为它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但是大家要理解 通过理解来把握 它这个作用或者是特点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考点 就是非制造业的成本计算 那么非制造业成本计算呢 我们说的 它主要是想强调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本书 我们是以制造业为背景 来介绍产品成本计算的 等于说从第二节开始 我们都是以制造业为背景来介绍的 那么如果遇到非制造业 比如说我是这种服务性行业 是吧 或者说我房地产行业 是吧 或运输业等等 像这些 我的产品成本该怎么计算呢 那么财政部 那么颁发了一个就是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实行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它这个制度是统一 适用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 产品成本核算 就是涵盖了 但是关键主义 除了金融保险业以外的 是吧 就是除了金融保险业以外 别管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 它都可以利用我们这样产品成本 哪怕它说是文化业啦 什么信息传输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产品成本计算的这个制度 它实际上是有通用性的 除了金融保险业以外 都是可以用这个制度来进行 这个成本的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多选题吧 那就跟你财政部财快 201317号文件 颁布了新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实行 那你适用于下列哪些行业成本核算 我们说除了金融保险业以外 其他都可以用 是吧 所以这是谈的有关 我们这个第一节 让我们停转正第一节 让我们停转转这个